天津女排兵不学任3比0完胜辽宁女排 如何评价本场比赛 第二局,辽宁借着天津松懈的机会 打出了梦幻般的开局 以6比1领先开局 天津教练暂停调整后 很快改变了场上局面 在辽宁8比4领先时 天津里亚男一轮14连法 赵勇都忘了叫暂停 完成大逆转 天津最终25比13胜了第二局 赵勇自乱真假 本场比赛 天津女排变攻三叉戟都有发挥 连带复工王源源一起得分上双 天津女排进攻比对手多得11分 可见天津女排的进攻还是非常强势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辽宁女排的篮防效果不好 本场比赛天津女排的篮网做得非常到位 比对手多得了12分 让辽宁队的进攻很难有效 在实力上 辽宁队想要击败天津队 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天津队最终获胜的这个结果 也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的 这也证明在面对强大的天津队的时候 辽宁队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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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